基本生活費將由17萬5千元調高到18萬2千元 一個人調高了7千塊錢 四口之價稅額減少到2萬8千元 這個是歷年來最高 明年5月要申報中俄所得稅時就可以適用 大家知道今年其實全世界都是最艱苦的一年 我們防疫做到最好 經濟成長也是全世界極少數能夠正成長的國家 在這個時候政府在核算基本生活費時 並沒有以課稅為目的 反而能夠注意到民眾生活基本生活費有負荷事實的調高 政府做這個調整 全台灣有205萬付 所以我會明年報稅的時候馬上就可以適用 希望國人同胞能夠好好的把握 也能夠好好的應用 繼續唱 繼續唱 講到繼續唱真正